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啊 昨天你看台湾国防部说 是吧 台湾国防部说的啊 中共的气球啊 昨天是有一个横穿台湾全境 今天是直接四个啊 昨天是两个 其中一个是横穿全境 另外一个从什么台湾啊 这个东北角穿过去 今天直接四个 四个啊 横穿全境 台湾国防部 没有任何的半点的动作 说把这些入侵领空啊 是吧 入侵领空啊 这样这么大的事 是吧 没任何反应 我们看看台湾国防部怎么表态的 是吧 说中共空飘气球啊 就是1月2日 08 8点27分 14点53分 15点54分 即16点41分 侦测空飘气球够4枚 于越海海海峡中线 位于清泉港西南方向的150海里 160海里 150里 及基隆西北方向线 高度线12000啊 一万八千 两万两千 即两万四千尺啊 续向东北飘行 并于 昨二日10点48分 17点18分 19点01分 即19点02分 消失啊 然后这有个图 空飘气球是虚线的啊 全部啊 直接横穿台湾海峡啊 台湾全境 也没有任何的举动 也不会说啊 把它打下来 是吧 直接就叫空飘气球 空飘气球啊 是不是 这个 你看啊 但是他自己说 中共解放军 海海周边海空域动态 啊 你都自己说了是中共解放军的啊 说白了这空飘气球就属于中共解放军的 啊 这说白了这就是 这二八千 入侵啊 台湾的领空啊 本土的领空 是吧 他没有半点行动 是吧 没有半点行动 这个林女士 你怎么看啊 这样的行为 是 就是这个情形录德先生之前在节目已经一再的提起 然后警告 哦 嗯 台湾这方面的问题也提醒美方 那我觉得有鉴于之前 他们反应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当路德社去揭开了习贡的面纱 把他的093417的这个检见的问题披露的时候 哦 这个国防部就是反应最迅速了 马上立即回应 在台海没有发现所谓的这个出事的这些 共军潜见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怀疑 这个所谓的国军 你所谓的是无恶制 你的无恶制是对谁无恶制 然后是对谁反应 所以 一再屡次的就是让路德先生披露这一些 这么多台军的这种国防部的猫腻 然后这一些国防部这一些领导者 他们可能的对于台湾的这种状况的这种跟共匪的这种勾兑 就是跟中共国的勾兑 所以这个我相信就是很多人都会看在眼里 虽然非常着急 但是我们实在是可以做什么了 我们只能说呼吁为什么在以前的时候 在国民党还没有来到台湾的时候 有什么是可以防堵的 因为明明知道国民党是非常烂的 非常腐败的一个政党 那你这个政党来到台湾 台湾的人民无条件接纳你们 但是你们在这边并没有因为来这边的生根茁壮 然后就是去感谢这块土地的掌揚 反而是一心就是要背离台湾一心就是吃里扒外的这样子的状态 那这样子长期以来 然后又借着来在这边去黑金 然后去做各种腐化台湾这种善良风俗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这个长期以来是 已经就是很多的这种认知战的这种渗透在里面了 更何况是中共解放军 他们本身就有很多这个 派这么多的那种隐蔽战线的在台湾做活动 那你国防部的这样子的行为 从去年的路德先生的514录音这么宝贵的人来 化解了台湾的危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习他并没有停止这样子 拿下台湾的这种心态 他反而是越演越烈 你看去年的8月20几号 不是他还一直煽动台湾内部的这种空军起义吗 也是都被路德先生给破解了 那在这一个到今年的这一个中间 有多少次共谍案 然后有多少次也都是所谓的要 让那个台军做这种起义的举动 做违背这个台湾 然后让颠覆台湾的这种举动 就一直有非常多的这个关键点 然后都被雷门的情报 然后路德先生一一披露 那现在为什么在大选前几天而已 然后这个空飘的气球又这么的密集 而这些密集是做讯息的配合 然后就是像路德先生所披露的 你这个空飘的气球 它可不是气象气球 它这个作用 它就像美国的这个间谍 间谍气球一样 它是可以收发讯息 而且也可以打钱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是去接收哪一些人的行动 或是哪一些要起义叛变的人 在军方的行动 这个我们都不得而知的 所以这个都是 我们民众会非常关心 但是又很无奈的事情 那只能也是希望 就是透过这个媒体的披露之后 有国际美日能够在这个方面 能够再多警惕 就是帮台湾多发声 因为像1月2号的那个 竞叠气球 其实在推特上 我们已经有看到 那个有一些媒体 也是都帮台湾发声预警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媒体 推播的很好的力量 这是自己一点感想 路德先生谢谢 你看这个比起台湾 又爆出来供电案 1月2号 说 有两名在北部某空军雷达站 服役的使馆 因为像高雄一出地下钱庄 接了不少钱 没想到还不起来 动起弯脑筋 把自己经手的公务机密 以及衣房等情报泄露给中共国 借此换取报酬 然后这是什么机密 雷达机密 把雷达机密 说 卖给中共 成为中共的间谍 共谍啊 我相信绝对不止这两个人 这里头这是很大 这个雷达的机密 这里头有哪些 第一 是吧 它的雷达波段 啊 有什么样的波段 它可以检测到什么样的 是吧 信号 卸了给中共国 啊 它知道你 中共知道 你雷达在哪里部署 哪个地方 有部署 功率多少 以及多少波段 这他妈都是要命的事情啊 就是你们把台湾人的自己的 生死的身家性命 交给他们了 如果开战 第一时间 就对着你的雷达 他都不需要导弹了 说白了电子干扰就行了 啊 电磁干扰 因为他把他雷达的所有的机密 全部报告 就说白就告诉你 我们的雷达是功率是多少啊 雷达是防电磁干扰 防电子站的整个的啊 防能防多少 多大的功率 他说啊 能防10 10万瓦的 那我们我们 中共直接做个20万瓦的就可以 就把你雷达全击穿 这都是机密啊 这是机密中的机密 那并且说啊 刚我们的雷达啊 一般是几点钟交接班 是吧 扫描一次要多长时间啊 对某些信号啊 某些评断 是吧 他可能会啊 我会起作用 那中共直接在这些这种 就他整个的啊 整个的飞机战斗机或者是气球 按照你的这个雷达弱点 来做 布局就行了 啥都看不到 第三点啊 这个人被买通了 如果他值班的时候 你想他值班的时候 是不是 直接啊 就算飞过来他都是没看到 就相当于你们家啊 装了一个摄像头 摄像头 有人盯着这个摄像头 就是监控啊 监控中心 他把监控中心的人直接买通了 是不是 这里他妈在在你家偷东西偷的 无一乐乎 他呢直接啊 不告诉你 他说没看到 是不是 并且甚至 把这段监控 给他删了 雷达信号也是一样 这难道只是两个士官可以做得到的吗 我不相信啊 这绝对是窝案 我跟你说 就是 雷达这么大的事 现在居然 都已经被 被中共买通了 去年国防部还说什么 事无二致 把矛头对准路德社 咱们是揭露 所以他就恨之入骨 对咱们 真的吧 明白不 去年本 22年不是去年 是前年了 是吧 本来 他们估计都已经 大胎子 二胎子都做成功了 都被路德社给 让他们的荣华富贵 出卖台湾 获得荣华富贵 被咱们给戳穿了 所以恨之入骨 是不是 第一时间 对咱们进行攻击 你想想 林女士你怎么看啊 是不是他们啊 这是不是验证吗 验证你看 说白了 这雷达站 居然都被他们搞定了 这是很大的事啊 你怎么看 对这是非常强力的验证 嗯 就像路德先生他 你会一直不断的提醒 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军方 模仿的部分 你像这种气球的这种 飞跃直接侵害了台湾的领空 这也是非常要不得 也是非常严重的事 可是你看这个整个国家 整个媒体 然后整个国防部 有提起这么严重的事情吗 连预警民众 对于对岸的这种恐怖邪恶轴心 然后已经被美国定义为 是敌对国的这样子的国家 到现在都还没有防范 你看他这一个新闻上面写什么 所以国防部发言人说这个大部分 都还是由官兵主动检举侦破 可见这个是因为国军反情报教育所发挥的功效 这个听了让人家觉得这个 已经都不是对于这个真正的保护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台湾做维护了 而是真的是在跟中共国比脸皮厚了 从以前到现在 从212223到现在 已经被路德社打脸几次了 从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 台湾那个环岛 有没有那个鱼雷的那个问题 到现在 几乎每一件都被路德社打脸 说没有共谍 然后没有共谍在 没有间谍 然后在那个中通府的里面渗透 也是都被路德社打脸 那像雷达这么严重的事情 因为雷达它的功能就是 你在战斗空中巡逻的时候 你的那种飞机引导 也是要比较适合的位置 然后来拦截敌方的这种飞机 这个都是在那个飞机控制之下 你需要去注意到的 因为雷达它 防空雷达它对于探测空中目标 它有一个相对的区域位置 航向航度 这一些都是防空雷达它的一个 可以作业的范围 那它的那种应用 比如说在远端预警 然后弹道导弹的预防跟获取 还有对于地面拦截各方面 它的这一种讯息的掌握 它这一些都是要去告知整个作战战略的那种部署 或者是战略的马上的这种灵活应变 那你如果说是像路德先生刚刚提到的 那个你就是把那个监控的人员都已经搞定了 那根本就台湾就不用战斗 就整个台岛就是变成是瞎子了 就随意让共军当然他就是不用武力了 他直接就是大摇大摆进来了 因为完全看不到完全没有防备 不是没有防备而已 而是协同作战 这种协同作战不是协同美军 而是协同叛军 所以可以看得到 这个已经是对整个台湾人民的背叛了 我觉得这个还没有罪可以罚 这个对于国民党或者是对于国防部 都还不能够追责吗 要真的要到整个台湾像香港这样沦陷 我们才会惊醒 然后还可以去做什么处置呢 所以我觉得整个台湾的这个 不是国防部的问题而已 而是整个从以前蒋介石来到台湾以后 这个所谓的宪法就是大有问题的 他们所建立的所谓的司法也是大有问题的 因为受到了这个中共国这么多的特工的渗透 已经在每一个所谓的立法财政司法 国军的很多要重要的角色 他们都去占据 而且都去慢慢的去扭曲了 这一个角色所赋予的严肃的任务 而是把它变成一个能够配合中共 来侵蚀台湾的这一种所谓你的司法也好 你的这种宪法 你的这种国军的这种配置 你的训练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台湾的国军 根本就有所谓的战斗力吗 那如果不是路德先生路德社一直不断的提醒 台湾这个部分的问题 然后一直要美方在这个部分也要加强台湾国军的实力 我相信那种严重性或者是那种腐败是比 是更无法我们更无法想象的路德先生 谢谢 好的 谢谢林女士精彩分享 反正大家看啊 就雷达信号雷达站都被买通 都被搞定 那时候说白了 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最关键的 就跟那个相当于10月7号哈马斯一样 是吧 那如果说负责盯看摄像头的人都没买通了 那这如入无人之境啊未来 是不是 啊 好 咱们这期路博节目就到此处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林女士再见